为什么猫咪离家出走后就不愿意再回来了 如今养猫的人越来越多 不少虫竹也遇到过猫咪离家出走的情况 一旦他们选择离开家 就基本不会再回来了 这一点猫咪和狗狗完全不同 因为狗狗即使在外面也几天 在完够后基本都会回家 除非他们是被他人限制了自由 此外狗狗离家后 不再回来也有可能是觉察到了自己的大县 故而才会以离家的方式 选择安静的地方独自离开 而猫咪之所以不愿再回来 其实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是受发情期的影响 未绝育的猫咪在发情阶段会相对暴躁 若是家里没有配偶 有的会选择溜出去寻找配偶 在寻找到合适的配偶后 他们可能还会经历争夺战 这种争夺战可长可短 有的一战决定胜负 有的则能够僵持好几天 此时除非猫咪经常在外面玩耍 很熟悉家里以及附近的环境 因此一段时间过后 家里的猫咪可能会突然回来 身边可能还会带着另外一只 当然了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外出有猫后 他们就为爱现身 不愿再回到蝉使官的家了 因此在猫咪发情期间 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家猫咪 日常进出要注意关好门窗 避免猫咪走丢找不回来 另外也要提防猫咪坠楼 因为发情期间 他们意外坠死的几率也比较高 若虫主们没有给猫咪繁殖的想法 可以提前做好绝育 这样能很大程度避免猫咪离家的行为 二是不满于现状 人类对家猫的驯化已达数千年 但尽管如此 猫还是不像狗狗一样完全被驯服 它们体内还是多少带点反骨 即使很多虫主对猫咪好吃好喝的伺候着 但若是主人不花时间陪伴它 与其在互动中建立感情基础 在感情不深的情况下 猫咪也很容易发生离家的行为 尤其是散养状态下的猫咪 要是此时它们遇到更好的主人 这些长期历经冷漠的猫 会很快移情 自然不再愿意回到原来的家里 三是经历影响 很多离家出走的猫 大部分都是散养或流浪过 最后又被虫主收养的 它们自由惯了 即使虫主给它们金丝雀般的生活 这些猫咪们也更偏爱自由 因此 一旦有离家出走的机会 它们都会选择离开 除非虫主在收养期间 与它们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 似是好奇心驱使 猫咪对外面的世界 始终抱有好奇之心 随便一个风吹草动 都能勾起猫咪的好奇心 外面的世界对它很有吸引力 尤其是整天待在家中的猫咪 因为见识的太少 所以一旦有机会 也会想着去探索外面的世界 但有时候它们并不是不想回来 而是迷失了回家的路 另外 外面的世界危机四伏 除了天敌之外 还有不少毒杀老鼠的幼儿等 因此它们不回家 也有可能是因为早已丧命于野外 五是被抓走了 在看到野外的猫咪时 很多人都会下意识觉得 它们是被弃养的 属于无主之物 之后它们会想方设法抓回家 若它们是好生饲养还好 但如果是遇到一些黑心人 猫咪也有可能会成为他人的盘中餐 又或者是转手转卖他人等 所以大家最好还是要提高警惕 日常中做好猫咪的防逃措施 避免它们带着机会就往外跑 那生活中不知道大家的猫咪 有没有往外跑的习惯呢